妾贼偷到就连死人也不放过 美国德赫萨斯州奥德萨市就有一名女妾贼涉嫌到殡仪馆偷窃 而干难过程全都被毕露电视给拍了下来 毕露电视画面显示该名女子接近一名88岁老人的棺木后 伸手偷走了戴在遗体手指上的戒指 不过这名女子偷的戒指只是塑料制作的假戒指 价值只有大约10美元 但家属还是希望能够拿回失窃的戒指 警方表示这起偷窃案发生在9号下午 嫌犯目前还没有落网 因此警方希望将毕露电视画面公开后 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逮捕嫌犯